发动叛变的瓦格纳集团占领了俄罗斯的佛罗尼斯市 然后车队开上了M4公路 这条公路可以前往首都莫斯科 大型的拖车载着坦克前进 根据报道数驾俄军的直升机朝公路上的车队开火 并且炸毁瓦格纳位于当地的仓库 引发巨大的火光以及黑烟 由于莫斯科当局展开道路的封锁 因此公路上已经开始大塞车 而瓦格纳首闹普里格金本人现身 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 拥兵们鹤枪实弹在空档的街头行走 各种军事装备也不满路口 普里格金表示将会奋战到底 而且会消灭所有党路的人 而瓦格纳集团位于圣匹德堡的总部 则是被俄罗斯执法单位突袭搜索 执法人员已经进入内部 搜刮出40亿卢布相当于台币14.7亿元 俄罗斯总统普丁表示 瓦格纳山洞武装叛乱一定会遭到惩罚 俄罗斯当局在莫斯科市以及周遭的地区 下令实施反恐行动 克里姆林宫外戒备森严 可以看到坦克车通过 红场则是被金属栅栏围起不得进入 居民有的惊恐有的镇静 但是对事件的发展同感惊讶 没有想到最支持俄罗斯的瓦格纳 现在居然是最危险的敌人 记者综合报道